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福南shopping mall就长这样 大家领会一下精神 了凡游击饭在福南shopping mall的店是面向大街的 购物中心是无法找到它的入口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外面进入这家店 店外的广告牌清晰地印着招牌菜和具体的价格 进入店里面就是收银台 收银台上面也会有菜单 我点的是sip a a套餐 a套餐 然后加一个饮料 白饭 点餐可以全程中文 不需要担心 前轮的后面就是厨房 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油肌和白肌 还有叉烧 由于是新的店面 整个环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干净舒服的 还有开足了的空调冷气 很快服务生就有搭配好了我的套餐所需要的菜品 先吃一下叉烧 哎呦 这个叉烧哦 是凉的 一点肉味都没有 这个油肌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没有味道 火候还是不错的 它有腌脂骨 所以这个肉是很嫩的 叉烧是冰凉的 卤肌没有味道 那我们来试试米饭呢 米饭浇的卤汁应该还不错吧 结果米饭也没有味道 整个卤汁就没有味道嘛 我经历数次挣扎 勉勉强强吃完了这些米饭和肉 吃完了这一餐 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快乐 与了番油肌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玛丽亚处女鸡 玛丽亚处女鸡也在牛车水大厦二层的石阁里面 位置比较偏僻 找到挺久 绕了很多弯 弯弯绕绕终于找到了本尊 玛丽亚处女鸡配方是女老板的老爸 次创于1926年 当时她的爸爸在经营一家叫南唐的点心店 后来南唐停止经营 女老板便带着秘方到牛车水的石阁开了新店 玛丽亚是她的英文名 她现在已经76岁了 店里的招牌菜就只有豉油鸡和卤豆腐 店家的招牌也很逗 写着周一周四周五休息 因为脚痛 祝大家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在店里忙碌着的是两位老太太 白发的那位就是老板啦 看齿油鸡的价格也真的是好便宜 半只才七星币 这和人民币才35块钱 齿油鸡切好之后真的是满满的一份 色色红亮让人食指大动 卤汁给的非常豪爽 如果觉得不够有味道的话还可以蘸一下卤汁 吃一口这个鸡 这个鸡真的好好吃啊 首先它的卤汁就很特别 它不仅有一种卤香味 还有一种焦糖的香气在里面 这口味是比较甜的 但这个甜味并不会让人觉得讨厌 这个鸡肉的火候也掌握得非常的精准 又香又滑又嫩 让人忘记了它不是一只土鸡 玛丽亚女士做的齿油鸡 光从火候和卤汁就达到了齿油鸡的一座新的高峰 这么好吃 这么实惠 量还这么大 真是新加坡齿油鸡之光 老规矩总结 了凡油鸡饭 一不入味 二菜是凉的 而玛丽亚处女鸡 卤汁非常亮 火候很精准 所以更推荐玛丽亚处女鸡哦 好了 这就是今天探访新加坡齿油鸡的视频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 马上就是2021年啦 新的一年祝大家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如果为我素质三连 还会收获抑制明年的财运滚滚哦 谢谢大家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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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